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好 那我们继续研讨综艺建立 我们上次研讨到第五讲 对那个资粮有分小圣 圣文呢 只要有任运出离心之后呢 只要有三生出离心所设的资粮 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果 读绝呢 不但是要生文的三世 还要加上一百节 修三十二向八十学心好 所以叫中品之良 那大圣呢 要任运运菩提心所设 再集聚三大阿尘其之良 成就佛道 叫上品之良 好 那我们上次有研讨到这里嘛 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开始呢 你看 我们从 讲到佛入定的过程嘛 那这个是佛佛沙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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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建议呢 里面有分两个 一般来讲是分为一个所段 还有地道 这两个来说 那这里文字没有说了 那以小圣一般 就是毛佛沙中跟进步中的随教行呢 那因为呢 认为佛 在吴云涅槃之后呢 就灰身灭自 所以呢 佛就没有报身 也没有净土的概念 因为佛的心碎已经断了 所以没有净土 所以小圣呢 不会有净土法门 南传呢 不会有净土法门 所以他没有 那个报身 那个概念 所以阿罗汉果也好 独觉也好 声闻独觉跟佛 但吴云涅槃之后 所以没有心碎的连续 所以不需要 不承认有佛的报身跟净土 所以第二行 毛佛沙中不承认圆满受用身 就是讲佛的报身 那这个圆满受用身呢 叫报身 那一般大圣的讲法呢 最最最少 就安利于三身 那从三身再安利 从法身分成自性法身 自性法身 自性法身分成四身 那四身之后呢 再由那个自性法身里面呢 分为自性清净法身 还有呼而离过我清净法身 就变成法身有三个 那从报身只有一个 那音化身里面呢 再分成三个 我们叫声音化身 还有那个 书上音化身 还有呢 记音化身 记得吗 不用写了 都管给我了 好啦 再写一下 一般我们讲佛身呢 一般如果说是小圣 只承认两个 一个什么 佛的法身 第二个是讲色身 这是小圣承许的 那不承许有报身 那承许色身 而且是色身是什么 有漏的 那从大圣以上呢 才分为三圣跟四圣的说法 那三圣里面呢 法身分为二 我们叫自性法身 自性法身呢 我们一般讲就是那个空性 空性的内涵 对境哦 那呢 自性法身呢 就有境 就是讲骗字 这个空性是讲 我们讲 对境 一个是嘛 我们讲有境 有境是有对境 是心啦 那这里呢 就是讲色身 那色身呢 再分为两个 一个是报身 原本受用身的报身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讲硬化身 所以这种有四身 这是最大圣的一个基本的说法 那我们可以在自性法身里面的一个是嘛 众身本具的 跟那个要修的 第一个我们讲众身本具的 就是我们讲 那个自性助种性 就是我们讲 如来藏 藏文叫自性助种性 一般中文叫做如来 空性的 那个长法的如来藏 用别颜色写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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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么讲 自性清净法身 另外呢要靠虚修 修行 修行 修行得到最后结果 好 不要 狗 变成无常法 我们叫呼耳离狗亲近法生 那这个人是灭地 灭地 我们讲醉旧近的灭地好了 所以由这两个变成一 刺激法就分为两个咯 一跟二这两个 那最后三呢就没有了 最后三我们可以分为两个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这个就是片字 片字 那片字呢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所缘如果是世俗地 我唱什么 尽所有性 我不同颜色加我们看比较清楚了 尽所有字 第二个所缘 所缘如果是生意地 我称为如所有字 也可以分成这两个啦 那暴声呢 我们就可以讲 句 五决定 那五决定呢 用红色的 第一个 设设计 我们讲那个 设身决定 设身决定呢 就是 聚于三十二项 八十学型号 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讲 闲教的 我现在是以闲教而言 如果是那个秘法就不一样 我们讲 我们讲处所决定 我们讲处所决定 在那个 第四禅天的 第四禅天是修订 不敢 处所处所 第三 我们讲寿命决定 我们讲寿命决定 不入念盘 好 第四 我们讲那个熟化机决定 好 就是 圣者菩萨 好 好 第五 说法决定 好 爆声的我决定 好 就是爆声的我决定 好 那硬化声呢 好 我们可以猜 在分 好 里面呢 有三个硬化声 好 一个是什么叫 声 硬化声 好 就是要等待头声的 好 好 好 例如 多帅内院的 米乐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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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叫 出圣 硬化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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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 所以算來呢 你看 這邊就有兩個 兩個 髮生就有兩個 所以髮生一個三個 髮生四個 加上硬化生三個 總共七個 對不對 七個 所以七個佛生 詩略學學 過來問我 你詩略學都沒學 要重新讀一下詩略學 有對勁就叫有勁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寫在旁邊跟寫在下面什麼不一樣 好 那這樣寫嘛 把它畫一下嘛 這個片字就是 這樣對 就片字的對勁就是空性啦 片字是有勁 不然有勁就寫在下面這樣 好 哎呀 眾生喔 好難喔 谢谢大家 我是自信法生的友禁 好吧 那你有沒有問題 我可以齁 可以齁 沒問題 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齁 拍照 你也可以問啊 對啊 立香看得懂 看不到了 不算 因為他是 除了佛的硬化身投身進去 才教硬化身 佛的心事沒有進去 不叫硬化身 算 他可以四線橋樑 有沒有問題 請說 小秤的話只有 馬身跟射身 就只有這兩身 對 後面都屬於大秤的嗎 是的 就整個 三聲以上都大聲 因為小聲不承認爆聲 你三聲一定有包括爆聲 OK 謝謝 可以寫嗎 要寫嗎 已經拍了就好了 不用啦 本來要寫爆聲是小聲不承許 這樣就好了 就加這個 不用啦 不用啦 自己寫 對 爆聲裡面就小聲不承許 就加一個批柱就可以了 對 他認為 因為佛從加行到成就佛國 那身體有漏 而且心事斷滅了 爆聲是在另外秘言差德 心事斷滅就沒有聲了 沒有這個色聲 好 可以嗎 沒有問題 沒問題 這個我決定是顯教的說法 另外秘法還有七種 七種象徵 那七種象徵我感覺也不一定對 因為講到那個什麼男女 什麼雙雄 那個我感覺不好 對 最重要的是那個觸索 觸索 觸索在秘教的那個本尊 他是在御戒天 御戒天 因為他要修藍女象嘛 所以一定在御戒 所以不是在帝子禪天 那個秘法的本尊一定在御戒 本尊神啊 就是爆聲佛國土 一定在御戒 因為他修七脈明典 如果到那個色戒以上 就沒有七脈明典了 就是 我們講 他有化身 但不能講硬化身 小聖有神通有化身 菩薩也有化身 但 那是因為他的化身是硬化身 對對對 不是硬化身 硬化身這個硬是佛才有 硬化身的硬是佛才有 才叫名詞 那 神通啊 阿鲁漢啊 菩薩 那講是化身 不能講硬化身 阿鲁漢啊 對 對對對 隨緣硬化 隨緣硬化 阿這個是一定的啦 阿這個是隨緣硬化 這個兩個是一定 這個有受祭的 蘇聖硬化身有受祭 像一般我們叫賢節千佛啦 未來的那個 雄元節啦 千佛都是已經受祭的 受祭的 那個是以硬化身來成佛 他們這個都成佛囉 受祭的這個 現在的賢節千佛 未來的中央元節千佛 或是新秀節 忘記了 都是已經成佛了 再硬化身再來成佛一次 所以釋迦牟尼佛 已經在所有世界成佛八千四百次 釋迦牟尼佛 所以你看那個三十五佛拜的 蒲觀佛 蒲明佛 蒲敬佛 蒲眼佛 都是釋迦牟尼佛的 過去成佛的名號 然後 蒲之輩 都是釋迦牟尼佛 蒲明佛 以前成佛的名號 都是釋迦牟尼佛以前成佛的名號 蒲之輩 好 這樣沒有聽 蒲之輩 要插了嗎 可以了呢 所以小圣呢 他的说法是说 在释迦牟里我成佛后 那个佛身就是讲化身 所以释迦牟成佛后 还没有元起之前 那个身就是化身 他就真的 不能讲硬化身 然后释迦牟成佛后 有没有硬化身 还是有 例如说你归一释迦牟尼佛的话 如果这样就 三阶呀 参与佛 当你这样归一佛的时候 佛的法身 就会给你一个感应 加持 所以他归一那个归是真的归一法身 不是归一色身 归一法身之后会得到一个加持 那个就是硬化身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一种加持 一种感应 那个就是硬化身 所以释迦牟成佛后 那个身还是要化身 但是元起后 就灰身灭制 当你归一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得到一种加持 那个就是硬化身 对啊 没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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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圣的说法 大圣的说法 不是小圣 小圣不承认报身 大圣承认 对啊 你法身 一定要先法身成就才有报身 报身成就才有硬化身 次第应该这样 法报化 对 把最后品的所自让断除 当下就得到法身 那法身断除后 报身就成就 在密言插土成就一个佛的报身 那报身在应佛的 那个众生的归一 跟祈求在硬化一个 一个 伯特乔也好 或是一个 动物也好 来度化众生 就硬化身 所以次第是法报化三身 没错 好 可以吼 好 所以我们看第一段 所以在这个四身里面呢 毗博沙中不承许报身 好 报身 然后我们看 依据大圣呢 好 才有报身 好 大圣说法 好 大圣说法 那这个 可是呢 这个大圣主张的一切友情都有成活的可能 这个要去除 为世真相中 应该讲 除了为世真相中以外 大圣主张 要这个除了 除了为世真相中以外 因为为世真相中认为 为三圣就尽 身文阿罗汉跟独卷阿罗汉 得到无语捏凡的时候呢 已经灰身灭制了 所以他们不会成佛 就是为世真相中 我们汉系是流传这个咯 后来是慢慢改咯 后来改了 他改成怎样呢 先要证阿罗汉果才证菩萨的咯 他改是改一半啦 我们汉系的改一半啦 本来是说 得救阿罗汉果就灰身灭制了 不用成佛 后来呢 通过大家舆论的影响 他们改 他说 我们要成就菩萨 先要成就阿罗汉果 再成就菩萨 汉系变成这样 没有说我直接成就菩萨 他就要先 声闻阿罗汉成就 再成就菩萨 佛萨再成就佛 目前汉系是这样的说法 了解吗 你不汉系的讯息啦 不要说话 你听就好了 好 这个一切友情都成佛的种性 这个是除了为世真相之外的 大圣的说法 这个佛的种性被烦恼覆盖 这个种性呢 一般我们称为两种 两种 这个都写过了 再写一下 一般我们从中观中 来分会比较清楚 第一个呢 我们叫增长性佛性 那增长性佛性呢 一直讲呢 就是为名为之的心 那这里呢 在汉系 汉系加这个 汉系是啥 一般啦 我们叫禅宗啦 他讲啊 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啦 众生本质清净 以这个来讲 清净具足光明 三个特质 是讲那个 如来这样 这个增长性佛性的心 那这个心呢 我们呢 可以从 这个是我们讲因 那发展处的果呢 这个国呢 就有 我们的 文 所 文会 我们就不用 文所成 不用了 修 私会 第三 修会 那这里呢 一般呢 我们称为 增长佛性 这个呢 就是本质具足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 那这个三会呢 我们称为嘛 家行会 多努力而有的 家行会 那这本质的不用努力 但是你要成就佛果 一定要文师修三会 这个叫家行会 所以从那个 这个本质清净 本质光明的心 才能够发展成文师修三会 这样可以哦 所以他的这个会呢 一定是什么 纯善 恶的不能算佛性 我值不是佛性哦 我值是 那个佛性上面的灰尘 烦恼也是佛性上面的灰尘 佛性是纯善的 这可以哦 这是纯善 这个是佛性的部分 增长性佛性 那第二个呢 好 我们就称为 自性助种性 刚才又写了 那自种性呢 就是我们讲那个心上面的空性 那这里我们可以把 这个是无常法 心嘛 这个呢是什么 常法 所以在那个辩论 恒常坚固 就是讲常法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维世中也搞不清楚 到底佛性是常法 无常法 他把阿赖斯当成佛性的常法 阿赖斯 可是阿赖斯不是佛性常法 阿赖斯应该是增长性的无常法 可是维世中把它当成是空性的常法 所以有些误导 他又要变成 中观中的概念 又停在维世的概念 所以有谋理两可 因为他的教义不是很清楚 以前我们那个古代学佛 不是经教很清楚的 都是修禅定为主 所以你看那个 我们汉系那个禅宗 那个祖师的都是嘛 在空中飞来飞去的 就神通为主啦 因为修禅定为主嘛 对经教不是很理解 因为他们是传承什么 我们那个家设尊者的传承 禅宗传承嘛 那是什么 脸花微笑 以心传心 脸花微笑 福利文字 教外别传 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经教不会深入的 他们就是以修定为主 修定得到的感觉 就会跟经教混淆 所以他把阿赖是跟当者的自性出种性的 不是阿赖是这个 增长性佛性 可能要不然阿赖是很常经过又错了 忽略清楚 好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增长自性空性呢 这里就是我们怎么说 他的国就是讲国 然后是家行贿 最究竟的国 我们叫骗字 再写一下 最后就是最究竟的 骗字 那自性出种性呢 好我们可以发展两个 心上面的空性嘛 那如果说以 写什么 他的我们看嘛 也被我们讲灭地 一个是从自性出种性 从本句竹来看 众生本句的角度来看 好 那个就嘛 我们讲那个自性 那个自性 法 自性清净法生的因 同样一个啦 只是说命名不一样嘛 因为自性 法生是成佛 成佛之后的名称 对你讲因 怎么讲 因因跟国就变无常法 自清净法生的 同一词好了 这个呢 成佛方明 成佛后之名称 同样一个哦 都是一样哦 众生也有哦 但是成佛后明称是同意思 第二个呢 是 虚一 文师修三会 和现正 正就好了 正呢 正呢 那里面呢 我们一般来讲分为 比量正 比量正德 第二个呢 限量正德 那先量正德 那先量正德呢 里面呢 又分为 第一个儿 我们叫A 我们叫无间道所正 会许 会许写太长 越写越多 感觉好像不够位了 好像写的比较少 所以加一点位数 位数越加越多了 第二格 解脱道所正 那里面我们可以分 这个 这样拍得下吗 胜者所正 有学圣者 拍不下 太长了 可以刻乎 有学圣者所正 自灭地 以佛所正 以佛所正 我所正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呼而离构 清净法身 你们训练我的 你们训练我的 我问你们 懂不懂 你都还要再洗一次 那写这么多次 不记得 不是要变傻瓜吗 你们训练我 一直在写 一再写 我就自动记得了 你们训练我变专业的 那个就是 佛性应该照想是这样才对啦 可是为时中混淆了 他把阿拉斯当常法来看 错了 所以如来这样有两个 一般比较注重是这个 会讲的比较多是这个 可是这个更重要 我们修行来说 这个最重要 因为它是靠这个 智慧来修的 才有正的这个 也没有这个 不可能有自信出众性 了解自信出众性 两个 不是 我已经写科判了 本具的是自经法身的 那一个要靠修的 灭地是要靠修的 无间道没有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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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点要讲灭地 无间道没有灭地 无间道没有灭地 好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吼 要插吗 了解咯 看要不要插 有学圣者所振之灭地 佛所振 应该称之灭地 佛所振之灭地 把它写一下 加一个三个字 重拍啦重拍 又加三个字了 没问题 我们看第三段好了 圆满收音声五个特词 我们也讲了嘛 所以我们看 又就是一般的五决定 就是咸教所说的五决定 成屋时四声中 第一所振的是 圆满收音声 把它去掉 第一所振的是 法声 他用圆满收音声 因为他四声明面嘛 所以这四声 既然四声 就应该是要法声啦 如果讲色声的话 当然是先爆声 再硬化声嘛 可是你讲四声中 第一个振得的 就是应该法声才对 所以这个格西 可能讲得太快了 弄错了 第一个振的是法声 刚才那个秀莲有说的 你没有法声 就没有暴声 第一个所振的是 法声 法声 再是暴声 再是硬化声 所以第一个所振的是 法声 然后再 而后再有法声 声爆化 圆满爆声 知道懂就好了 你怎么改都可以了 就是法爆化 是法声最先 再爆声 再硬化声 那我们看下一段 照大圣的讲法来说呢 释迦摩尼佛在无量节 已经早就成就佛道了 所以那在受世界八千四百次 你看一尊佛跟一尊佛的诞生要多久啊 对不对 而且同一尊佛 你看 我们释迦摩尼佛到米勒佛中间隔多久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怎么算 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呢 我们从那个算命来看 等于我们等于什么 是辣天皇天 他一天 等于我们人道的五十年 这样算 然后呢 活五百岁 然后呢 套立天 他一天 等于我们人道的一百年 活一千岁 这样可以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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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千千万 然后呢 第三天 他一天呢 是我们人道的两百岁 一百变两百吗 两百岁 他活两千年 这样可以 然后呢 再来是燕摩天 然后呢 他是一天 是我们人道的四百岁 什么 五十一百两百四百 对 不对不对 第三天的是两百 对不对 第四天是四百了 多帅天嘛 四百 所以一天是我们人道的四百岁 四百年 活四千岁 所以你这样算的啦 这样可以 不是 就是我讲 敏乐佛的 那为什么算五十六七千万 因为他寿命就决定了 就是他一天 等于我们人道的四百年 那活四千岁 那样什么 我计算机吗 那个手机里面有啦 手机有啦 我们想 我们想 难道啦 这是嘛 我们讲四大天 王天 一天 那一天 一天 一天 我们讲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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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这样算 一天 等于人道的 五十年 然后呢 活 五百岁 一天 然后呢 再是 啊 逃离天 那 它一天 好 等于 这个呢 我们讲 一百年 然后呢 活 一百岁 那我们讲 一千岁 一千岁 火 然后再是 夜魔天 现在写会很单调 还不同颜色写 这样可以啦 夜魔天 那一天 那一天 等于啊 人道的 两百年 那活 两千岁 二个写 然后我们再多帅天了咯 一天 一天 等于 四百年 那活 四千岁 好 计算计算好了没 手机有计算机啊 算一下 有没有 算有算 都没在算哈 所以你就变三百 要乘以三百六十五哦 一天 一天是 你看 一天两百年嘛 一天两百年乘以三百六十五 再乘以四千 四百年四百年 一天 一天嘛 乘以三百六十五 再乘以四百 再乘以四千 数字没办法 全圈不够 没关系 全圈不够 你就记后前面就好了 五十六亿七千万 可能他们算错了 他们以前不会算数算错 所以等于是吧 五十八亿四千 十千万年 四千万年嘛 所以以前 可以算算 以前五十六亿七千 以前是这样算 没关系 我都没有算过 我就相信他的 我们就这样 计算机算得比较正确 五十八亿四千万 所以要等那么久吗 有没有要等那么久吗 等五十八亿四千万年 再等免得活来嘛 每一生就再来 等五十八亿年 这样嘛 你们要这样打算吗 一雄 有没有这样打算 不是啊 他一生一生来 就等五十八亿 第九还在吗 早就灭了啊 存住坏空了啦 对啊 你先成就三不退转啊 先先三不退转 那净土更久 净土是一天等于能到的一节 这个 你好有修成功在说啦 不用 好像 吃久也你的 吃短久也你的啦 那不不用急了啦 我如果讲极乐世界 那到底要写个极乐世界 一天 一天 等于什么 能到的嘛 一节 那这个是大节 小节 我不知道啦 就说一节 还不久 还无量寿呢 哇 说什么 无量寿啊 对啊 你要怎么说啊 不知道啦 你说往生节世界 就没有悲心 你看 你去一天一节 你修多少天 才会成就 然后呢 又无量寿 那这样呢 你要让你周边的 仁文友情受苦吗 那你怎么说 对我没有能力 我怎么办 我只能 我如果说我没能力 能力再来 我不是吗 两个都拖下去了 我怎么有机会救他 两个都现在里面 有怎么机会救他 所以还是嘛 他受苦 也没办法啊 但是我尽量快点修啊 所以不能终身苦啊 在节世界快点修啊 修成功了再来啊 不要 要修到三不退转 修到三不退转 就不怕被拖了 被拉进去了 两个都死翘翘 对啊 你鼓励 鼓励人家死这样 自己也不要死 是这样啊 不行啦 这个人太消极了 你自己要能力自自己 人家要告诉你怎么修 你都不想修也没有机会啊 你跟佛菩萨每次都告诉我们怎么修 不想修的一大堆还是没机会啊 所以自己要有这个心啊 需求心 就像那个钓鱼啊 有个钩 有个鹅嘛 因为鱼要上钩才被钓上来啊 连鱼都不想上钩怎么钓 鱼都没办法处理海面啊 就自己要有需求心 对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佛菩萨想钓一切众生 为什么一切众生 是没办法被钓 因为他不想需求啊 等下我正在讲他 他是问道义 他心态啊 这个 很好 但要总 要融通啦 对啊 对啊 我们是前价 汉系啦 要融通啊 学到法要融通 马个人法把它集合起来 矛盾的地方在做抉择 哪个比较合理哦 不会是学大多 那就变成都没有整理一下 变成会有很多障碍 矛盾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看第二页 第六讲第二页 继续底下继续看文 第二页 第二页 底下继续看文 我们这个 这个小圣 还叫一个小圣 小圣并且主张 在无语捏盘时 包括声文 读绝跟佛 圣化身的绵鸟 相续会断绝 变化身就是成佛 这个一身 那这里的明鸟就是讲心续 心续 所以不但色身会断绝 也那个心续也会断绝 好 那在第二行 为什么彼伯沙宗主张 圣化身认识相续会中断呢 那什么叫圣化身呢 那个圣就是书圣 书圣化身 它没有硬化身 叫书圣化身 但化身其实应该用硬化身 那圣化身呢 它具备十二项行仪 就是十二项成道 那什么叫十二项行仪呢 第一项就是 住在多善内院 那讲法 那时候佛在多善内院 叫白什么名称 白地还是什么 名称叫白地 然后再来视线 那个六爷白相 来怒胎 这个佛的本身故事有了 然后再住胎 然后生出来就是什么 那个幼邪 妈妈是从幼邪生出来的 那代表亲近嘛 从产大出来就是有懒乌嘛 幼邪生出来 然后呢脚踏连花 然后走七步来讲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那之后呢就学习大小那个五明 再来是长大 然后娶妻生子 然后见到那个四个门的生老病时 那是要出离 然后自己歌法出家梯度 自己出家 那学习外道的那个种种 然后最后 那个什么 种种到最后呢修苦行 六年苦行 然后再来菩提树下成佛 成佛之后呢 再来什么 三转法轮 最后呢 在最后呢就陆涅槃 这个就是舌相行 有人讲八项 有人讲八种而已 没有分那么细 就十八种 大圣是只是讲十二种 所以一直到诞生 其实从六崖白项开始 就常在多算量就开始算了 那这个就是具备的化身成就的 殊胜印化身 那我们看到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我们过程 好我们看下一段 底下要提到的佛圣者 这个圣改成圣义的圣 圣义的圣 不是圣 这个圣者圣 这个圣者的圣是一般讲 圣者的量是讲 宪政四圣地 叫圣者 宪政四圣地 这是以那个我们讲 宪观庄元论的名相 他讲圣者是因为在 见到位宪政四圣地 就称为圣者 四圣地的圣 等他带过来就变成圣者 那佛那个圣者 不是那个圣 佛是已经完全胜利了 为什么胜利 克服所有的大圣的士谋 一般不是士谋 有没有 烦恼谋 然后有五云四圣谋 还有天谋 使谋 有小圣的烦恼障的士谋 也有所知障大圣的士谋 所以佛已经完全克服 所知障的士谋 就称为圣利 最究竟的圣利的圣 所以要是圣利的圣 不是那个圣者的圣 所以一般我们称为 佛也可以称为 像达赖法王 我一般不会称为达赖法王 达赖法王是一个官名 达赖这个两个字 是官名 就是那个 官的名称 就是一个皇帝赐给他一个封号 就是那个清朝皇帝 对对对对 清朝皇帝赐给达赖帆产一个头衔 头衔是一个头封号 所以不是真正的文官称的 不能用这样称 因为清朝用达赖引到现在 其实这样不能用达赖 因为是清朝皇帝封了 习惯啦 其实他要这样秘密也可以 因为每个人都称为佛 可以啦 因为是一个封号 皇帝赐给了封号官衔 所以班禅也是官衔 达赖是官衔 因为清朝说是以格鲁派的 这个藏系为主啊 清朝 从开始康熙皇帝开始 那其实我们就称为 现在我们称为达赖 部分称为达赖 不会 一般他们藏系的 我叫贾瓦 伦波切 没听过 以前我叫贾瓦 其实叫贾瓦 贾瓦是那个 康巴贾 康巴贾 用贾 贾等贾 贾瓦 那如果真的贾瓦是贾瓦 贾瓦什么意思 就是胜利啦 胜利床 胜利床 就贾千 贾千这个千就是床 贾千就是胜利床 没听过 水水花香灯土 要不然那个八吉祥一个床啊 胜利床啊 八吉祥有什么 啊啊一个床 一个金跟铜嘛 对 胜利床 哦 金跟铜 对 这个叫床嘛 铜啦 这八吉祥一个叫胜利床嘛 这个胜利就是代表佛的特征啦 所以他们啊这个 为什么呢 他是因为呢 在变清的时候啊 以前为什么有这个胜利床啊 因为以前在变清 外道跟内道变清的时候 例如说 内道 例如说我们举余 可能丽娟就几个什么 丽 代表 以前我们的元帅有没有 朝代跟朝代完 下朝跟魏朝 有没有 下魏有没有 是他的胜利床 那个旗子不能倒 一倒就是胜利没了 特征就是没有胜利打败意思 所以其实很重要 它代表一个胜利床 胜利的代表 那个主要旗子不能倒 一倒明星就散 所以以前的主帅就是 我不先都打冰 我先把那个床把它打掉 打断 明星就散 明星就散 就一下就 怎么讲 冰败如山倒 对 那个所以那个床很重要 以前打断不是这样吗 那床很重要 那我先讲这个 就是讲 外道跟内道的变经也是一样 他们会举成 他们内道什么样的名称 一个床 一个床代表 那外道一个床 当然这个外道变数的 所有的床 都要改成内道的床 要改变那个旗子 所以那旗子这个旗子代表胜利 所以叫胜利床 你看看 我把旗子的床是这样的 那真正的究竟的胜利 就是以打败一个大圣的四谋 叫胜利 所以这佛就叫胜利 所以我们叫 驾瓦仁波切 驾瓦仁波切就证明佛 胜利的意思 那另外还有个什么 解尊仁波切 有没有 要听过吗 宗教师叫什么仁波切 解仁波切 你们那个战兽没有唱吗 就是至尊的意思 解尊的意思 解尊就称为 解仁波切 而且就是至尊仁波切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佛的不同的名号 解尊也是佛 解尊也是佛 所以这样 这个圣者的圣 圣利的圣 就是要变成这样 不是圣者的圣 就是圣利的圣 也就是佛 也是普特切罗 那这个佛圣者的圣 圣利的圣 虽然呢 那个加一个心绪 要加一个心绪 虽然心绪已经断 断 无余断除苦及恶地 但是他的身 要加一个身 这样才分得开 没有写心跟身 分不开 但他的身相绪 没有有苦地 因为他是从 加行道 一坐之间成就佛 所以加行道 那个凡乎的身 还没有改变 所以身相绪中有苦地 因为毗佛圣人认为他是从加行道 一坐之间成佛 那个身体还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来说 所以在地上 这里说他的身相绪中 也有苦地 身相绪中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 佛的身跟之前的加行道的行者 那身是同一个 因为他一坐之间成就佛果 所以他的身 那个有肉身的苦地还在 因为身体本身是苦地 所以又说那是 心相绪 要加一个心相绪 心相绪无疑断除苦极的地 这是因为 因为原苦地的烦恼 已经无疑断除 所以把身跟心相绪 要把它写清楚 好 那后面一段 一样意思 那我们看最后一段 底下看文 好 因为身分跟独爵阿罗汉 在证得阿罗汉果之后 在未舍生命之行 阿罗汉生命之行 就是还没有原集 生命就是他命根还在的时候 这个称为什么 有余涅槃 未舍生命来的 还没有到死之前 证得阿罗汉果之后 还活着突然之后 叫有涅槃 那死亡之后 我们称为无余涅槃 那有余关无语呢 这个是在 映成跟秩序下命名不一样 知道吗 要写的请去走 分一下 好 所以您都在成就我 你看 一直写一直写 你不记得才怪 一般我们讲捏盘 也叫什么 波捏盘 银山有没有听过 这个捏盘就是嘛 我们讲定义好了 讲定义好了 即径是一个名称 即使是以断除聚生烦恼得泄脱 定义了 以断除聚生烦恼得泄脱 这个捏盘就这个意思 那一般我们从命名来说 命名我们要分几个角度来说 一个是以 秩序以下的宗派 它是什么 生命断 就是摄身上在 摄身 摄身 摄身在佛 判断 那我们看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 生命就是 圆集 摄身不在 好讲啊 所以这个是一定是 如果我们可以分 一个 一个是 我们的 第一个 小圣 那个 圣文阿罗汉 好 第二个 独觉阿罗汉 第三个 我们可以分 怎么讲 两个 就是圣者 大圣 这又分两个 一个是 第一个 映成及为事中 及为事真相 这样不说 好 这样写好了 大圣 大圣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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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你看 一的一类 映成 为即为事 真相 就是八地 菩萨 就是八地菩萨 其他 宗派 大圣的 其他宗派 就是佛 所以两个不一样 这有分三类的 不特切 那我们从 秩序以下来 色身在否而盼 如果圆及后 色身不在 来 圆及前 色身能在 我们秩序以下来 我们秩序以下来 有余 第二个 这身影灭好了 这身影灭好了 我们秩序以下来 这身影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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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秩序以下来看 无余捏盆 是秩序以下来看 有险线 那这个二弦呢 二弦呢 有分三类 第一个 我们叫 世俗法的显现 第二 心与静相依 第一身 滑五 自信成立显现 这可以写吗 分三类好了 还是分在这里 不要写得下 你分 这讲硬一层就不行了 二显至一好了 因为 因为 为事有没有 哦 好 好 好 把它写一下 因为格西讲的 跟我讲的 不大一样 为事呢 就是我们讲 第二个 就是有外界的显现 第二个 秩序 第一个 夹 四次画的显现 四次画的显现 心与静相应的显现 平 就是第四成立的显现 这次画的显现 这次画的显现 现在是显现 在是显现 下车的显现 再是显现 这是显现 显现 自信成立神仙 这个是二弦 二弦就是什么 不同于上一地 二弦是二弦 好 再来是 看 第二 就是这样 二弦为解 好 写不下就这样 本来讲脖捏盘了 感觉不用了 好 再来 写一个 好 写不下 好 写不下 好 写不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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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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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寫這個啦 不然會混在一起 好 拍我們一般 我們現在把它寫在這裡 這個不用拍啦 就不要拍啦 當然法文我們一般稱為什麼 我們就甲蛙人不切 這個甲 甲蛙人不切 這是翻譯的命名而已啦 一般我們叫中大師 他就叫傑人不切 應該是傑尊啦 一般都稱為傑而已啦 簡稱叫傑人不切 應該叫傑尊人不切 都叫傑 應該是叫至尊啦 至尊才對 但因為一塊叫傑尊 這樣我是傑啦 有沒有問題 這個科判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從秩序以下的捏盤來說 從射身在佛 如果射身還沒有圓寂 射身在叫有餘 那圓寂以後射身都沒了嘛 就稱為無餘 所以稱有餘無餘 從射身在不在來判斷 那硬塵派是從 惡顯有無顯現來判斷 所以在根本維師中 根本定制中 那個就是 我現在講是把那個一般的惡顯的定 跟這個硬塵派無關 一般惡顯的內涵 我講一般 一般 跟硬塵派不分開 這個沒有拍沒關係啦 所以分三大聖才有說惡顯 因為小聖不承取惡顯 因為惡顯是屬法所之戰 所以維師是有外界的顯現而已 但是在中醫建立 那個缺碑格西還把那個 世俗法顯現 那個形根鏡相顯 可是維師中版就世俗法顯現啊 因為人取跟索取相分都是世俗法 都還是顯現的 因為世俗法顯現 那他人取索取議題 雖然是一體同體喔 但是人取的心跟索取的心 還是相異的喔 所以那個 那個格西們都把它寫成 有前面兩個 我認為沒有啊 它裡面還是有兩個顯現啊 上面聖一定還是兩個顯現 所以不是在根本定制中 就沒有惡顯啊 它有世俗法顯現 根本定制也有惡顯 世俗法顯現 心跟靜相亡顯現 唯一的沒有惡顯是 沒有外境的顯現這個 惡顯 根本定制才沒有 他們格西沒有把它 他們不會 他們是用背的啦 不激思維的喔 我不能說 每個格西用背的 我說大家學習是這樣學的喔 不然又說我在幫法放生 好 他們是用背的這樣學的 他們不是用生活中去比對的 所以那你問我們生活的答案喔 問題喔 一般格西打不出來啊 用生活的去問 它打不出來 它是用背的 它用背活性的理論就背出來 我講的是 我判斷了喔 我自己分別行假苗利喔 自俱派呢 因為它無遮 無遮的話 就沒有施俗法的顯現 心靜相亡顯現地成立 這個無遮關係嘛 硬成派也是同 但是最第三個就是 連自俱成立顯現也沒有 所以硬成派呢 以根本定制中沒有惡顯 沒有這三個惡顯 所以無隱約盤 獲得字就變為惡顯嘛 有施俗法顯現了 心跟靜有自俱顯現 就成為有隱約盤 所以這樣來分 好 可以咩 沒問題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囉 到捏盤上 我們上到第三頁 第六獎的第三頁的 趙大聖的講法這邊結束嘛 好 我回想喔 太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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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太誤了